黄黎怀着悲愤之情 在深夜里写出了题为 农民工追讨工资反遭毒打的调查报告 两扬三千言 写完稿件黄黎像替天行道的侠士一样 长须一口气 涌起无尽的快感 第二天上班后 黄黎将稿件交给总编室值班主任 一是一条重头稿件 黄黎想 值班主任看完稿件 两起头对黄黎似笑非笑的看了一下 然后 在发稿签上签下几个字 请冯总编读 黄黎就拿着稿件到了冯总办公室 冯总做了一个请坐的姿势 便开始阅读那篇稿件 只读了几行 黄黎便看到他的眉头 皱起来了 冯总读完 起身给黄黎泡了一杯茶 黄黎急切地问 能发吗 冯总摇摇头 说 算两个头条不点稿费吧 为什么呀 黄黎的心眼崩大了 不为什么 冯总平静地回答 冯总 我辛辛苦苦写的稿件被您枪毙 总得知道他死去的原因吧 黄黎的胸脯又强烈地起伏起来 冯总的目光 站在起伏的胸脯上停留了1.5秒 然后语重心长地说 小黄 我原来就对你说过 当记者一定要讲政治 我们办报是给谁办的 说白了就是给主要领导办的 日报给市委书记和市长办的 县报给县委书记和县长办的 你不见那些乡镇电视台 一打开也是今天乡党委书记在某村考察工作 我明白 但与这条稿件有什么紧密联系吗 黄黎追问道 哎 冯总长叹一声 从抽屉里边拿出一个大笔记本 用手敲一敲 然后又放进抽屉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你知道吗 这个本子里边是我辛辛苦苦摸到的信息 哪家企业的后台是谁 哪个单位的头头背景又有谁 你以为我当组编容易吗 卖左脚也是雷区 伸右脚也是雷区 我只能在缝隙中前进 稍有不慎 领导就要打我的屁股 我还得诚恳地说 请领导重点打 请领导重点打 黄黎忽然发现冯总的眼眶有些湿润 再也按了不住自己的悲愤 冲出了冯总办公室 打车直奔 沐平湖 在沐平湖边 黄黎认自己的泪水尽情地流 他真想跳进地波中 让湖水洗尽自己的忧伤 咦 那不是黄黎姐吗 黄黎忽听身后有人叫唤 扭头一看 认出是满堂香的几个姐妹 惊喜地迎来上去 你现在是贵人了 不嫌弃我们吧 黄黎苦笑了一下 现在我一点也不觉得 原来做按摩女是丑事 真正的婊子是那些 披着高贵万一的人 来我们去唱歌怎么样 我请客 大家便欢呼雀跃的 随黄黎到了一家歌厅 黄黎将音响调到最高 摇滚乐几乎要炸开房间 她疯狂地扭动起身子来 莫总趁月色用箱子装了三百万现金 到了刘国财的家里边 这次她没有给廖秋生 封礼包 她认为给廖秋生帮的忙够大的了 刘国财见牧总提了箱子进来 也不问 任人牧总将那箱子放在墙角 牧总 很久没有得到你的指教了 刘国财说道 两年多来 牧总是第一次听 刘国财叫自己 牧总 急冲 一愣 然后就在心里边笑了 人家现在是著名书法家了 真的不好意思 这段时间为工程结账的事跟走 再说您的书法已经到了相当高的境界 我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牧总解释道 刘国财从书架上取下豪华金装纹 世界著名艺术家词典 翻到介绍自己的类液 真不好意思 我都进词典了 牧总假装作贺地捧起词典 看了又看 一边用羡慕的口吻 说 入这个词典真不容易的 我混得今天都没有进去 一边就想 只要你舍得花钱 成为宇宙艺术家都有可乐 牧总翻看词典时 突然来了灵感 对刘国财说 主席 你应该出一本高档书法集 方便和别的书法家交流交流 刘国财用手浮浮吸书的头发 显然有些激动了 强额以闪闪发亮 可是出书的事我一窍不通啊 刘国财说 您放心 由我和廖秋生操作就是 牧总便拨了廖秋生的电话 叫他马上到刘国财家来 这时廖秋生正在宴请原文化局局长 廖秋生向小红交代后 一直到今天 才把原局长的顾虑消除掉 一共就他们三人 两瓶茅台快喝完了 唉 我害了小琴呀 原局长突然提起旧事来了 显得已有些罪意 老局长话不能这么说 小琴呢 现在也过得挺滋润的了 廖秋生一边给他针酒 一边安慰 唉 便宜那个丑陋的沐总 他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原局长将酒杯在桌上撞得清响 廖秋生正寻思着怎么继续这个话题 沐总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他要小红扶老局长回去 自己赶到了刘国财的家里边 沐总把自己的想法一说 廖秋生就把大头一拍 正合我意呀 我早就想办这件事了 出版这个说法集 也可列入市文化建设项目嘛 刘国财就把目光投向沐总 小沐大约需要多少投入呢 廖秋生见刘国财叫沐总小沐 与牧总对视了一下 牧总就掰着手指算了算 印一万策一百五十万吧 刘国财就对廖秋生说 那就赶紧给市文化建设领导小组 打个报告吧 牧总回到家里边 小行正斜在沙发上 看韩剧 眼睛静红红的 牧总走过去揽他入怀 宝贝 怎么了 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欢心呢 你看女主人公对丈夫那么温柔 丈夫在公司里边还是和秘书偷情 我觉得我们女人好可怜啊 小行被牧总一问 眼泪就更多了 嗨 言情句都是吼女人的眼泪的 现实生活中像我牧总 不是把你宠得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牧总为小琴轻轻嗜去眼泪 小琴就笑了 问 为什么在刘国财家里面待那么久 牧总就把帮刘主任出书的事说了 唉 能玩的赚钱真容易啊 以这本书为例 民意呢是文化建设项目 是财政拿钱 书出来后却由刘主席自己卖 每本标价可达三百元 印有万册 南临所辖十个县 每县只需不买一万册 他就可以净赚三百万 真是五本生意啊 既赚名都赚立 关键是到目前为止 纪委和反贪局 想都还没想到这个问题上来 你就别嫉妒刘主任了 好歹他是我们的靠山 你也要从中得到个启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我刚才在路上就想了 尽管几条主要街道的人形盗版 不久前才换成彩色地砖 但是我要以文化的名义 以增强城市的厚重感的名义 统统换成花钢盐 牧总简直慷慨激昂了 小秦就给他了一个吻 老公有进步 只是一年多的时间 南临城美多了 主要街道路灯的美化 路城口的改造 还有正在新建中的几大文化工程 市民们在政府门口网站中留言 甚至是领导文化心事给 来临时带来的活力 每当听到市民的议论 刘国财就觉得反复是在赞扬自己 站在办公室的窗前 他常常兴致盎然地 眺望这座城市 以前他仅是以城市管理者的眼光 去关注这座城市 现在他完全是以一个 著名书法家的目光 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这座城 这天当他又一次从书柜里边捧出那本词典 又一次阅读 介绍自己世界的内容的时候 右臂突然疼痛起来 那疼痛反复来自骨头深处 竟然一下捧不住词典 词典从手中摔落在地板上 刘国财以为 只是一股气组织在筋脉中 扬了摇手臂还是疼 回到家中 见老伴在整理演出服装 就问是不是有什么活动 老伴得意地说 现在一些商家举行开业庆典 专请我们西洋红助兴了 如果才坐在沙发上 不是像以往回家便去书房看御班级 神情有些痛苦 老伴就问怎么了 刘国财用左手指指右臂 疼 老伴就将他右臂的衣袖拉上去 不禁尖叫起来 只见刘国财的右臂一条条 暗色的印痕成灵状 天不是报应吧 我以前说过的不要坐进那条蛇 老伴说 刘国财走到穿衣镜前 果见自己的右臂上有蛇的椅子 不禁大惊失色 出了一声老汗 第二天早上 老伴叫了刘国财的秘书和司机 一起送他到南陵人民医院就证 院方派了老专家来 一看刘国财的症状 这个曾经留学美国的专家 困惑的摇了摇头 先一先拍片看看 拍片的结果 刘国财的右臂并无任何的病变 老专家知道刘国财是龙叔的创始人 并问 平时写字的时候 那蛇缠得疼吗 刘国财说 几乎没什么感觉呀 我和蛇的配合相当默契 蛇就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老专家最后摇了摇头 说 这属于疑难杂症 实在惭愧 我没有治疗的办法 他突然把刘国财拉到一边 压低声音说 我建议你到哪座庙里边 去求个签 问个话 也许有用 刘国财惊讶地看着老专家 临学西医的还姓这个 老专家的脸就红了 刘国财请了几天闭假 在家里面静养 但疼痛一直折磨着他 牧总和廖秋生知道了 相约来看望刘国财 安慰道 既然专家不能确诊 就说明不是什么病 等一段时间可能自然就好了 刘国财就把老专家 悄悄告诉他的话 说出来了 刘秋生一拍大腿 对呀 不如我们信他一次 到白龙观 找道长去 市里不是有很多干部 提拔钱都去找过他吗 刘国财早就听说过这些传闻 说那道长能预测 祸福 于是点头答应 但不带自己的秘书和司机 要牧总亲自开车 刘秋生陪同 白龙观离南陵市近一百公里 藏在茫茫苍苍的山中 则天 天气晴朗 牧总驾车行驶在乡野里 刘秋生时不时说些新段子 刘国财的疼痛 倒忘了许多 远远的建立山 没入云中 雾气缭绕着 神秘的气氛就越来越浓了 三人在山下停了车 沿着青石板路 大汗林沥的来到了白龙观 白胡子足有半尺上的道长 一挥浮沉 来的都是有福之人 欢迎 在路上三人就商量好了 不多说话 看到道长怎么说 道长观察三人 问求什么 测什么 刘秋生就指的刘国财说 您只帮他看看吧 刘国财也不抽签 看着道长只是微笑不语 道长呢 似乎就明白了什么 也微微一笑 先生虽然大福大贵 但阴气太重 恐有 病痛 三人在怎么存着冷静 还是互望了一眼 老道长手里胡须 瞇着眼 继继继续说着 先生没有养蛇吧 蛇是冷血动物 我感觉你的目光里边就有蛇的眼子 蛇的一股气已进入到你体内形成病灶 你有没有感觉到哪儿不舒服呢 刘国财顿时觉得遇到了高人 心中一惊 主动将右臂衣袖 那道长却不进前 只是批了一眼 继续说 这只是其中一股阴气行走在经脉中造成的 先生的体内还有一股阴气比这儿更重 刘国财急切地说 请道长民事 道长就看了看廖秋生和牧总 廖秋生和牧总会议 避让到门外去了 一个年轻女人的阴气很盛 先生吸纳的太多 道长毫不含糊地说道 黄鳞蛇一样的影子 立即浮现在刘国财的眼前 刘国财一把抱住道长的双臂 请道长指点 道长哈哈一笑 声正乌语 对刘国财说 先烧几柱香吧 趁刘国财烧香的见习 老道长在门边的木桌上铺开黄纸 画了几道符 门外的廖秋生和牧总进的门来 直接老道长在两张黄纸上分别写道 神功受命 阴交在此 朴嫂不响 凶煞回避 屈邪阵阵宅 大地清零 太上老君 积极如律令 还有一些事根本就不认识 只见那老道从布包里面取出 周深长有铜锈的印 在两张黄纸上盖了八张大的印 交给刘国财说 回须贴在门上 刘国财很感激地说 道长 我今天就不表示什么 但我承诺 修缮白龙冠 老道长便袭上没烧了 送刘国财三人到冠门口 他附在刘国财耳边轻声地说 每次可尝 散不可贪 再返回南陵城的路上 刘国财对 廖秋生说 文化建设不应仅仅局限于城内 像白龙冠的修缮就可纳入其中 牧总一听 知道又有生意了 按了下喇叭 加大油门 小车便欢快地在原野上奔驰起来 记得太苦 爱得越深 越容易孤独 是不是真心的人 越来越傻 天长和地久 只是飞着凉了 如果你也相信 永远不变的爱情 可不可以陪我到天方的来 刘国财回去 把那两道符贴在门后 本来是贴门外的 怕影响不好 但又担心这样会影响功效 没想到的是过了两三天 他的疼痛感就消失了 再一看那右臂 灵状的印痕竟无影无踪 真是不可思议 刘国财便把老道长的话 就在新坎里了 以后对黄礼 还是欣赏多余享用吧 过了些日子 刘国财龙书作品集 正式出版了 市里边以文化建设领导小组的名义 举行了一个隆重的首发事 活动具体是由市文化局操办的 原文化局局长后来说 我当局长的时候 文化局闲得无聊 现在怎么冒出这么多事来了 莫子龙虽说是书法家 但捧着上发着书箱的作品集 羡慕得只差流口水 刘国财的这本作品集出版 凝聚了他的心血 装成设计十分典雅高贵 深蓝色仿木书套 787乘1092开本 是五个印章 两百克铜板纸 在南陵甚至全省 又有哪个书法家的作品集 有这么豪华吗 首发事上 刘国财兴奋得像新郎一样 市委书记和市长都参加了 这样的规格 刘国财内心里边觉得他俩够哥们 那里所辖各县的宣传部长和人大主任 也都参加了首发事 会后各县就拖了作品集回去 在兴奋和忙碌中 度过一天的刘国财 等到身边的人都离开了时 才猛然觉得好累好累 回到家里面叫老伴捶捶背 老伴竟然答应了 自从严习龙书后 老伴嫌他身上有蛇的气味 便与他分床睡 白天与夕阳红的姐妹们活动 晚上就泡在电脑上与女儿外孙视频 现在看到刘国财内疲惫的样子 心中突然有些欠疚 他一边给刘国财捶着背 一边说 国财 我原来不该冷眼看你习书法的 现在看你成功了 真替你感到高兴 今后我要弥补我的过错 帮你把蛇养得肥肥的 刘国财心里就乐了 当初他习书法那么用功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老伴不冷不热的态度 让他暗暗的发誓 一定要成功 现在他就用一种 成功了的口吻对老伴说 其实书法家也没什么了不起 他们都是从幼儿园开始苦练出来的 像我的龙书才是一种创造 一种智慧 第二天是双休日 儿子突然从外地回来 一家三口的到来 让刘国财两口子感到格外的高兴 刘国财见老伴一个人往不过来 建议到外面吃饭 老伴说 那没有家庭氛围 吃饭的时候 刘国财负着两对眼 儿子祝老爸的书法大气晚成 刘国财哈哈一笑 凡大气都晚成啊 你看齐白石 人生前几十年是乡村木匠了 吃晚饭 儿子将刘国财拉到书房 关上门 神情有些凝重地说 爸 我的生意 遇到麻烦了 今天国家对北京上海等地的房价进行抑制 都波及到了中小城市 争地拆迁时 老百姓的对抗性越来越强 当地党委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叫我们开发商自行解决 工程不能如期开工 我们又不能强行拆迁 怕捅了大娄子给脸上抹黑呀 哎 儿子的困难 刘国财早料到了 他对儿子语重心肠地说 对老百姓 你只能是软硬兼施 风化瓦解他们 房地产生意不好做了 你就要把眼光投向别处 比方说文化开发 每一座城市在这方面几乎还都是储女地 这是个巨大而又没有风险的市场 举个例子吧 一座城 如果在所有街道和公园建雕像 不也是几千万的项目吗 儿子一摸后老勺 对刘国财说 老爸吃过的盐 比我吃过的饭还多 看问题就是高人一筹 我回去就拍董事会研究也就 宋总 儿子一家人 刘国财见难得有空闲 决定到收藏品市场去转转 这收藏品市场实际上是临时性的马路市场 每逢双休日 一些香港工人就把四处收来的真假艺术品和古旧书籍摆在这卖 生意已经已红火 琳琳莽目的书摆在地上 刘国财堆下去一本的三看起来 本是一位作家写的小说出现在他的视线里 他翻开来 见匪页上提写着尊敬的某某书记雅正 这书显然没有被市委书记阅读过 就扔到了废笔店 又辗转到这 想象这位作家当时正舒适的心情 一定是激动的 表情是神圣的 如果才不禁叹道 迂腐呀迂腐 短笛只为吃音吹 市委书记会有兴趣看你的小说吗 但每年阅读各种各样的条纸 都是很繁重的任务 再说你的小说能给他带来什么呢 刘国财背着手感叹 屈心 他又来到卖字画的摊点 一个卖主指着一捆字画 对他说 这里边有几幅好画好字呢 刘国财就解开戏绳 展开来 果件有画 有字 有字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他的脑海 在一瞬间出现了空白 铁尖单道义 妙手 如文章 落款 大可 那不是自己的 又是谁的呢 刘国财的脑海里 就浮现了当初的一幕 那是刚刚西龙书时 南丽日报社一位年轻的副总编向他求字 那神情十分的诚恳 千功 刘国财感动了 就写了这句话赠给他 还数着笔名 大可 意思是对知识的极度的渴求 木总曾提醒过刘国财 一 不要用笔名 就让刘国财这个名字成为品牌 二 不要轻易一个人提字 提多了就不值钱了 果真如此啊 无耻 无耻 刘国财见自己的字 流落到地摊上 气得血压上升 他真担心 卖主认出自己 便问 这幅字多少钱 那卖主伸出五根指头 五分 什么 刘国财眼都瞪圆了 卖主见刘国财不懂行话 就解释道 就是五元啊 刘国财记得头发直竖 赶紧付了钱 将那幅字买下来 揣在衣袋里边就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省里边组织市长欧洲考察团 市长就随团到欧洲去了 来回要二十天 黄黎便闲着了 那次冯总的一席话 对他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他明白了当记者 就是起一种工具作用 无视不要找事 他便想起干爹来了 晚上在一家宾馆 看了房 给刘国财发了短信 刘国财刚刚应酬完毕 看到短信 有些犹豫了 他想起了老道长的话 但一想到和黄黎在一起时的望我亲家 便又答应了 他要秘书和司机各自回家 自己年龄大了 饭后要走一走 刘国财来到宾馆 黄黎立即香气扑面地迎上去 将两条玉壁缠在干爹的脖子上 刘国财一惊 反复是玉搬紧缠在了手臂上 背脊 顿声一股寒气 他轻轻解开两条玉壁 怎么了干爹 黄黎的信仰里满是赢疑问 刘国财一时想不出什么理由 就撒了个谎 说 最近到医院检查过 医生说我胜亏 以后我只能做你真正的干爹了 他说着还做痛苦状 用手按按后腰 黄黎一笑 早就湿了的 还干得了吗 来 趴到床上去 我给你按摩双肾 这是我的绝活 刘国财就乖乖地趴到床上 黄黎一下坐在他的屁股上 撩起他的衣服 只听黄黎在手掌上哈了一口气 又听着他双手不停地摩擦 几十秒后 黄黎突然将双手按在刘国财 肾脏部位 就有一股热流通过肾 再有背脊 辐射全身 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呀 刘国财不禁叫了一声 好舒服 黄黎之类的相害林里才停手 我这个保健医生还可以吧 干爹 这个夜晚 刘国财竟然抵制住了诱惑 只待了一个多小时 就回家了 告别黄黎时 见他一脸的不高兴 就承诺带他到外省散散心去 黄黎自个才露出笑容来 两天后 刘国财第一次以说法家的名义出游 带了黄黎 廖秋生 莫总 全程费用由莫总负责 也许是四个人在一起 有着某种神秘关联的缘故 黄黎与莫总一笑 敏恩仇 一路上嬉嬉闹闹 出游前 刘国财从众多的书法家来信中挑选了一些 然后根据这些人所在的城市 勾画了一条路线图 每到一座城市 刘国财受到的接待与以往完全不一样 当地的书法家 没有把他当正写主席看 而是以一种崇敬的目光注视着他 在这种注视中 刘国财感到了一种前手未有的满足 特别是每次表演龙书时 牧总调末 廖秋生正直 黄黎时不时地上相亲为他擦汗 只叫那些人羡慕地扎嘴 一路上 廖秋生负责照看御班警 牧总负责一大袋作品集 好沉啊 牧总真希望到第一座城市就全部送完 四个人悠闲地从一座城市到又一座城市 饱览当地风景 毫不惬意 忽然有一天 四个人来到武汉 久闻城中有一股寺叫龟元寺 古寺中有五百尊罗汉 可预测吉凶或福 四人在宾馆安顿好后直奔古寺 古寺门外千年古百 苍翠 苍翠依然 尤人至此忍不住都要扶那宝金苍桑的树干 刘国财四人在树下合影留念 黄礼挽着干跌的胳膊 刘国财的头不由自主地偏到了他这一侧 来到罗汉殿内 只见五百尊罗汉神态各不相同 摆放的证实也像迷宫一样 根据千年流传下来的规则 每个人 瑞选一尊罗汉 瑞选一个方向走去 数着自己的年龄 最后瑞尊罗汉就是庇佑自己的 再根据这尊罗汉的名字编号 到寺庙管理人员那领取预言卡 四个人便饶有兴趣地选了四个不同的地点 数着自己的年龄 齐了 四个人最后都走到了同一尊罗汉前 黄厉叫道 我们年龄不同 刚才走的方向也不同 最后怎么走到一起来了呢 刘国财 廖秋生 牧总也感到特别的不可理解 四个人急切切跑到管理员那 抱上那尊罗汉的编号 管理员就将镀金的预言卡 对对他们 四个脑袋凑在一起 指尖上面写着 人生柳须如蛇形 虚荣背后藏银心 茅草岂能成大树 南科一梦 寝来空 四人面面相触 赌金的预言卡 从刘国财手中滑下 跌在水离地上 砸得脆脆的响 2005年夏末初秋于常德 2009年初春再稿 全书 故事在此结束 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你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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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